1999年7月20号 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 这一天对全球的法轮功学员来说 都是难以抹灭的记忆 台湾法轮功学员也在今天 号召了1200名学员提前走上街头 控诉中国持续的迫害 不过中国游客看到这个游行的队伍 则是纷纷走壁 不想评论 其实今天台北天空下着大雨 但是还是朝不夕法轮功成员的热情 今天有上千位民众站出来 抗议中国迫害法轮功 不论是气势磅礴的乐儀队 还是频频露出微笑 优雅向群众挥手的仙女阵 大人小孩走上街头 队伍绵延好几条街 拿着中国法轮功受害者的照片 抗议中国迫害法轮功手段残暴 还活沾血缘的器官 这样证明他因为他的嫉妒心 这是一般我们观赏学校的名字 99年7月20号是江泽民全面的 在中国大陆灭绝法轮功的日子 所以此后的12年当中 今年是第13个720 在全球各地 包括台湾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举办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反迫害 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众 在两岸交流往来交流 非常频繁之际 能够要求我们的政府 去请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那你们知道法轮功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 我也不了解 也不想了解 听到法轮功 中国游客纷纷走壁 不想碰触这个中国社会 至今依然非常敏感的禁忌 明日新闻 向日杨夕彬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